主要的問題是沒有公民參與 沒有跟在地溝通 我覺得這是在地區你很不能接受的事情 今天要蓋公民住宅 原本是540戶 你突然間要變成1500戶 你有沒有跟在地溝通過 你有沒有到在地區開說明會 沒有 在都市計畫變更公展的時候 大家開說明會才知道說 原來的540戶居然突然變1500戶 我們在談的是這樣子的內容 是需要跟在地去做溝通的 我們希望市政府可以落實公民參與 趕快把這個案子停下來 然後到在地去好好的溝通 然後跟在地居民去好好的討論 我們怎麼樣去讓這塊土地可以有趣的發展 然後把老樹保留下來 然後把社福做好 然後讓在地的生活品質可以提升 我覺得這是市政府應該要做到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感謝那個 臺灣護術團體聯盟的那個夥伴 來這邊聲援我們那個廣執的老樹 那我們請臺灣護術團體聯盟來發援 各位媒體友好 我是臺灣護術聯盟的臺江 那我現在帶過來的這個相片 是臺北市政府最新楷樹的相片 我個人在江淬國中爆出呢 其實就是跟松原夥伴 當時2009我看到最後一顆老張樹被移走 然後在那個時候我決定不要讓他白白犧牲 所以後來我在江淬國中爆出 那現在2008、2009到現在那麼久了 臺北市政府一樣移速都沒改進 然後在馬英九下台的時候搞了一個松菸 然後現在郝龍斌任期快結束了 要搞林口市大運 要搞廣時不愛怨 我們完全無法忍受 這樣的一個市政府 他郝龍斌做了這兩任 就是在花博砍樹 就是在松原砍樹 就是現在尾巴了還要再砍林口 還要再砍廣時 我們希望今天的都委會趕快提下來 環平趕快規規矩矩的做 趕快把這些樹保留起來 既然這個地方綠地只有0.79 沒有信義區的這樣的兩平方公尺 或者是一般的全國的標準 三平方公尺的標準 那麼少的地方應該要把這些老樹跟綠地 留給我們未來的子孫 那我們現在就演一個行動劇 我們請郝龍斌出場 我們要忽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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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好好砍 我們要忽術 我們要忽術 要忽術 要一百再也忽術 菜單 那個 忽術 一下再也 那個